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与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八点 不扮高深扮求均真 啤梨漫步 节目主持人啤梨林康正 孕生产品 挤梨林康正 不许动我手啊 你动我手啊 不许动我手啊 你动我手啊 你这红的多少钱啊 這個 一起 一年一度的玉林狗肉節 六月又來了 今天看報紙 已經有三百萬外國人 干預我國的內政 要求停止這個狗肉節 這一節我們會講狗肉節 但我會用科普的角度 講出為什麼劏狗是特別殘忍 還是本身中國人殘忍 譬如你說中國人殘忍 當然我不會去否認 但是我們劏雞、劏豬 不是這樣劏的 為什麼劏狗的感覺上是零射殘忍 一般來說劏狗 其實因為劏狗的氣管 結構是比較難死的 而且因為他聰明 劏狗是比較難的 所以就會出現那種種的劏法 其實不外也是令牠窒息而死 而不是像雞、豬、放血 割頸、心臟 相對底下當然是殘忍 沒有劏狗那麼殘忍 我們會慢慢講 在講過肉林、狗、肉節之前 師弟介紹一下前面的一大堆泰國 這次泰國有什麼玩的? 這次真的沒有玩過 最主要我回泰國的目的就是 因為泰國一年一度最大型的食品節 在Impact的展館大型 這個展覽是世界各地的參展商 都會去那裡擺展覽 而且他們擺出來的一些野食 或者一些食品 以前都未見過 尤其是有些食品 市面上也未必有 當然市面上是有 但是我這一個 我這一個真的要講 這一個是一些 我就是這樣看 你不懂得這麼快 你剛才這麼強調說 我這次真的沒有玩過 平時你是有玩過的 其實以前也有的 但這次真的沒有玩過 OK 以前也有的 就是年輕人 現在也算是年輕人 老實說 我開始沒那麼色情 是48年後 48年前我仍然是很色情 起碼每天要一次 我覺得如果你有這個肉念 是很正常的 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去 真的說 沒有的 我沒有肉念也要搞的 如果沒有肉念也要搞的 那一刻你會很辛苦 但是不會的 你那一刻就來 那些肉念 那是 男人是這樣 那一刻就來 怎會沒有肉念 好了 去到泰國 竟然沒有玩過 就等於入寶山而兇手會 因為泰國 我到現在都認為 他肯定是 Top3 都是 在玩這方面 為什麼呢 因為歐洲有些國家 其實是很厲害的 但是你如果正式來說 如果不是那麼虛偽的 社會 其實 李董迪 我們的第一名 一定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講到玩這方面 一定是 好 這是一個大型的食品展 你這麼有心思介紹 其實你是否想發展一門生意 我當然也希望可以找多一條 殺多一條血路 你不如賣泰國樓還好 那我逐樣逐樣來 不是 我真的當朋友勸美 不要浪費時間 當然是的 我知道 我給你好話不好聽 當你找到 全都找到 因為現在其實是 大家一家網友 開心吃東西 沒有所謂 但是 因為成本太高 老實說 你做這樣 你自己一個人 去拖 你拖了多少 你說真的 我一個 不要說一個貴 我分類幾箱幾箱 你燒貨 你放數給別人 你自己賣 放數給別人 做生意 自己賺自己的錢 收不收到錢 都投資 自己去做直銷 那租金的貴 你搞不定 香港其實 你不會特別被人聰明 你要記住自己 如果不特別被人聰明 因為聰明的生意 都不會做 通常是誰做 是做下了 已經有渠道 譬如有他們的倉 有他們的網絡 他才會兼著 那些新的東西來做一下 如果不然很難 當然了 你現在在慶智捕捕 試一試 沒所謂的 先介紹一些東西 先說吃 我繼續說這個 這個牌子叫 Smiling Fish 其實香港也有這個品牌的食物 但是這一款 這款 我就這樣看 我以為是醬汁 但是 在展工那裏 是可以即場試吃 原來它裏面是有菜 就是菜 不是只有汁 這個 你看到那個樣子 有隻雞蛋 通常香港 你看到這些 通常只有樣子 沒有隻雞蛋 但是這個真的 有隻雞蛋 這些就是 泰國的即食的菜 那基本上你可以煮些飯 辣雞蛋 就是 基本上你煮些飯 然後你這樣開出來 倒進飯裡已經可以吃 可以丁 可以丁 你可以拿熱水浸著煮幾分鐘 只剩下熱渠都可以 這個賣多少錢 這個賣18元 18元一包 一包是否送到一兩碗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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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一碗就肯定可以 一碗一定可以 尤其是 接下來看球 我覺得這個最方便 你吃飯 你不是只吃薯片 你吃飯 有些熟就好 這麼糟糕看球要吃飯 有時候 是的 你連續看幾場 你真的會很誇張 繼續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 這些果乾 榴槤乾 還有大樹菠蘿乾 榴槤媽媽的就是泰國 這個我吃過這隻ok的 不過還有我覺得 挺有趣的是 這個大樹菠蘿乾 我吃過 它是生曬還是怎樣 生曬 我又不太清楚 這個 不過我吃過覺得挺好味 還有我覺得就是 譬如有些人 一聽到榴槤 嘩嘩 不要搞我榴槤好兩次 這個又真是 不算是一個很難頂的感覺 如果榴槤乾可以試一下 多少錢 榴槤乾 榴槤乾就78 但雪菠蘿 還有芒果 我也有芒果乾的 就賣58 另外 也有些百力枝 就是泰國的 泰國才有的百力枝 我這一隻就是 辣BBQ味 這一隻 這一個紅色 這一個就是辣蝦味 這一個就是黃色 這一個就是生菜包味 這個 我應該香港也未有得買的 十二元包 看球我覺得這個絕對很適合 另外 這次我都特地是 因為有些朋友之前問過我一些關於 初樂球的東西 我這次也入了一些 當是讓大家試一下 用一下 接下來的開放 我會即場教大家 怎樣去用 大家上來 我就可以再慢慢教你們 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還有 昨天星期三 我也有介紹過一些 例如Kicac朱古力 連送個杯 那些 另外也有一些 其他薯片 蝦條 接下來星期六 上來看看 正確的 買一些 替波準備 好了 6月9日 即是星期六 我們開放日期 大家上來支持 試題 看看我們的台 有甚麼其他人買 就可以買一下 其實現在 泰國 也有很多人在那裏買樓置業 雖然去過Visa 我找到機會說一下 其實那個是退休Visa 泰國就有泰國好 我很多朋友 你知我們俗馬來西亞 就說我喜歡泰國 我說你喜歡泰國 就去泰國買吧 很簡單 我不會影響別人的 你喜歡日本 就日本買 其實第一 無論在日本 在泰國 在任何地方買 譬如這麼低水 其實泰國是貴的 反而日本是便宜的 我自己有原因 為甚麼看過馬來西亞 我不在這裏說 是有些原因 但如果你說要生活 我想即使泰國 也會容易生活過 在日本 日本其實是一個 怎麼說呢 我們去旅行和去生活是兩件事 是 我絕對同意這個 不要緊 角色其色 其實現在 在未來的日子 在全球化下 其實真的沒有說住在哪裏 還是怎樣 錢就更加是跟著社會發展走 昨天我介紹的一段影片 黃創生說他在東歐買了很多酒店 其實如果我再鬆動一點 我也會投資東歐 因為我都很看好東歐 他本身是一個 未來的旅遊點 是的 而日本 為甚麼我喜歡 日本本身就是一個 跟全世界的全球化之下 他是一個 零零細細維持到自己 獨有文化的地方 我覺得 尤其是在日本 我買了那個賭牌 開賭 很大機會在大阪 還有賭場 其實要震的應該是澳門 我認為 全球遊客 都會喜歡去日本 尤其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強國客 去澳門又怕被你影響到的樣子 又這樣又那樣 不如去日本島 是的 都是值得投資的 泰國不用說 但問題就是泰國要考慮賺食 但退休也是一個好地方 我無論在哪裏置業 是光顧誰也好 我都認為 絕對比在香港買樓 英明得多 香港是不值的 好像今天我們看報紙 我自己最熟悉的區 大圍田心村的三樓連天鵬 賣到九百多萬 三樓連天鵬 九百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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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既然不行 現在的食物鏈其實都很豐富 需要不需要特別吃多一個物種呢 有些人都習慣了吃 但現實就是 狗是我們人類最好的朋友 最親密的 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以前 例如在金字塔裏 原來有些貓的狗已經順養了 我們對狗有一個特別的感情 甚至乎我們認為 死亡的朋友都有這樣的經驗 養著狗死亡了 嘩 哭了 糟糕 老爸媽死亡還未哭 是的 我真的碰到很多 不是 老爸媽死亡 我老爸死亡都沒有哭 那為甚麼狗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為甚麼要吃牠呢 當你全球都有這樣的聲音 我記得2002年 韓世界盃 韓國有沒有吃狗肉 到這段時間還有 但是人家不會標榜怎樣剖狗 怎樣過癮 弱度是狗插著狗 你中國的狗肉質是如何呢 大家也看到 所以我認為 你殺幾隻狗 就死亡了幾個人 這是天公地道 如果我們信有神 我們信有佛 天亡灰灰 老實說 眾生皆平等 你人高級一點 可以這樣殺狗 所以 你殺一隻狗 就死一個人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這個國家 你可不可以 這個世界真的很奇怪 好像有些人 不能夠入土為安 最出名 天安門那個 那些子孫 是成為甚麼 我之前說過 有些人 有些宗教 不能入土為安 例如西藏 天壯 他們的國運 是怎樣 有幾個尼泊爾 又有一個類似 如玉琳 的狗肉節 就宰那些生口 結果尼泊爾 我不是說要遷就他 只是我們硬 見客軍的現實 你這些事情 就算是共產黨 都會覺得有選國威 被別人這樣屌犯 但在這種環境 偏偏硬 是不會停 為甚麼呢 顯示到他們 不會受到外國人的影響 威嚇 你說甚麼 就是問題 你這些左膠做事 做得不夠盡 或者政府 每個人為了錢 認為不應該為這些畜生 做得這麼絕 你試試抵制一下他 對不對 很多事情可以做 承認一個是中國 承認一個是中國 承認台灣是中國 承認中華民國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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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南都可以 好了 狗 為甚麼呢 我剛才說過 因為器官是特別的 而且是聰明才智 所以令到湯 是比較殘忍的 我在科學角度 因為我小時候 我看過我老爸湯的狗 我是看過很多人的劏狗 但是到我稍為大一點的時候 八、九歲 我已經學著這些 劏人 我反而覺得沒有甚麼 有些人真的值得死 但是狗 一個弱者 就等於一個兒童 或一個老人家 是沒有還手之力的 你去做這些事 實際太過分了 好了 因為狗 我們其實可以殺去放血 其實 但是放血 有些老人家說 因為狗一放血之後 它脂肪沒有豬牛那麼多 就會很影響肉質 所以不放血 所以他們一定是採用一種方法 就是氣管 就是喘氣 通常就是吊起狗 最常見的 我們說拼狗拼狗 拼狗 拼狗 就等於橫手繩形 這樣 然後用一個大鐵鎚 拎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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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過就可以了 為甚麼會比較用殘忍 因為明明可以把牠的胸口 等等 其實 有幾個原因 第一 就是狗比較聰明 在人湯雞殺鴨湯 豬湯牛的時候 那些狗很多時候在隔壁 會旁觀 甚至乎有時候會幫拖 甚至乎有時候 湯完之後 我們的主人 怎麼會丟一塊牛肋給他 他還吃了一份 所以那些狗 一看到刀 刀狀的物體 是甚麼 牠就心知不妙 就會離開 或是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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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說 橫手死形 其實是怎樣 無論是垃死 卡垃他的頸 都是那個道理 不放棄而死 為甚麼我們要用橫手死形 是因為 平時我們看到的狗 我們是怎樣 去街了 狗 我們除了鄉下之外 會拖牠去找繩 所以當你拿著繩 那隻狗 那隻狗 看到狗 在那裡 在那裡 看到狗圈 以為去街街 以為去街街 黃臂心很大 那你便可以吊起牠 因為很多人覺得狗血是有用的 起碼老人家有兩種用 第一 狗血很補 或者 如果是黑狗血 黑狗血 黑狗血 就像是黑狗血 所以牠們是不可以放血湯 就一定是用這些比較殘症的方法 最後一個原因 就是如果狗血一流的城地 狗的臭角是很明敏的 那假若其他狗 可能牠們在那裡幾個月後 牠們可能會感受到 聞到一股氣味 於是牠們便會被罵 所以狗狗 是一定要用比較殘忍的方法 吊起牠們來吐 當然 也是那一句 你越殘忍 你暴應就越大 暴應 你說現在幾個富強 你十四個中國人 有哪一個是活得開心自由 沒錯 只是這樣 你倆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暴應 要你活在人間煉獄 是沒有人有安全感 是沒有人有安全感 沒有人說一句話 都害怕別人 都害怕的 屌你了 屌你了 這樣的生活 屌你了 還不是人無間地獄 現在最新消息 好像是流感變了中油膽 對 豬泉狗 屌泉狗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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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就去了MIHK.TV開放日 買定了 我們都準備好了 6月9日來MIHK.TV開放日 掃走多款日韓台零食 為世界杯做足準備 還有一系列紅白餐酒 日本清酒 威士忌 和爸爸乾杯說聲 父親節快樂 怎麼少都吃一隻端午總 過一個滿足的端午節 六月九日下午十二點至七點 來MIHK.TV開放日 為六月這麼多節日做足準備